我是何忠謀 流聲音樂節呢 他當初是創立於1938年 義大利指揮家這個托斯卡尼尼的手上創立起來的 好 那流聲捷徑管弦樂團呢 是在阿巴多在2003年接手之後 他重新又恢復了一個這麼 明星樂團 所謂明星樂團呢 就是他結合了柏林愛樂、威也納愛樂 或甚至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獨奏家 不再拉樂團的獨奏家 那甚至是室內樂演奏家 比如說像阿班貝爾格、弦樂四重奏 也都會在這整個交響樂團裡面當中演奏這個音樂會 然後當然為什麼阿巴多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可以在短短的三週的排練時間內 然後把這些獨奏家或者是來自各方的有各個風格的音樂家 能夠做一個非常完整的整合 所以這個才會是他音樂節最大的創新跟他的賣點 那就是呢在這一場俄羅斯之夜呢 那為什麼會選擇 柴可夫斯基、拉哈曼林洛夫跟Stravensky這三位作曲家的作品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這三位作曲家其實是 俄羅斯最早期 那也是最負盛名的音樂家 所以呢不管是在任何的 樂團當中或是節慶當中 如果你要安排俄羅斯之夜的話呢 大部分都是由這三位作曲家去著手 我最想要推薦給大家的片段呢 當然是 這場音樂會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頭戲 就是拉赫曼林洛夫第二號的鋼琴協奏曲 因為呢他是在 非常著名的 協奏曲當中呢 最優美的一首協奏曲 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 因為呢 拉赫曼林洛夫其實在寫這首協奏曲的時候呢 他其實心理上受到一些創傷 所以他是在心理治療之後 他才寫了這首協奏曲 然後呢在各大電影當中 那如果要講一些比較近期的話呢 就是 《生鬼傳奇》第一集裡面呢 就有用到他的片段 然後他是描寫一個大沙漠的情況 然後當然另外兩首曲子 《暴風雨》呢 他是一個交響師 那交響師呢 其實各位觀眾可以去 稍微想像一下 他就是一個故事 那 聽到音樂的時候呢 然後去想像 你對暴風雨的概念這樣子 那火鳥呢 在這個火鳥當中呢 大家會不要覺得說是 好像是著了火的鳥 他其實呢 是在描寫一個 永生的鳳凰 所以呢 在聆聽這一首火鳥的交響主曲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去試著去想想看一些 鳳凰的一些樣子 然後還有他主要是在 在斯拉夫童話當中的一個 魔王跟王子要救公主 然後之後 用了這一隻鳳凰 然後來幫助他們達成的一個故事 然後最後當然也是一個 王子跟公主 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一個圓滿的故事 這場音樂會呢 是由阿巴多所帶領著 留聲捷慶管弦樂團跟 蛤荔木鋼琴家 所一起攜手演出 那他們兩個的關係呢 也猶如婦女般的情誼 所以呢 在婦女般之間的情感上呢 一定會蹦出不一樣的火花 我是何忠謀 我在中華電信MOD 月迷199